现在基本都用触摸板 这个板子 这是一代的板子 这是从它上市 我买过来用到现在没换 一直在用它 就是我现在已经很习惯用它了 我觉得它比鼠标好用 非常好用 精度也不比鼠标低 主要是我最开始想换它 是因为就是我身边有好几个朋友 就是因为用鼠标用的久 就是这个位置就肿了 有那种鼠标手 大家可能见过 就这个骨头骨头特别厉害 其中一个经常玩游戏的朋友 这块都已经鼓的 就感觉得胀出这么宽 就特别吓人 而且是能鼓制硬化的 我就觉得太丑了 不想要这样 然后呢 等到苹果刚出了这个触控板之后呢 我碰巧看到就是一个 就是攀岩运动员在分享 说攀岩的时候 为什么用手指扒 不要用手腕使劲 因为手指的耐性特别好 我就想的是 能不能用这个触控板 来代替鼠标剪片子 而且当时这个板子上市的时候 应该是 Final Cut刚更新到X版本 因为X的版本就特别配合 适合鼠标和触控板操作 你看老的那个Final 7啊 它那个每个选项按钮都非常小 需要操作的方式 逻辑还不一样 它就不太适合用触摸板 它适合用手绘板也行 用鼠标也行 然后Final X特别适合用这个 它的布局和按钮的方式 操作逻辑很合适 然后我就先去了那个苹果店 在苹果店里面 去苹果店里面 它不是可以免费体验吗 我就在苹果店里面 开着他们家的那个剪辑软件 合成软件 然后拿这个触控板在那剪片子 把我常用操作全来了一遍 发现操作起来 确实没有任何障碍 我就自己买了一个这个 当时买还挺贵的 500多万 第一代 这是第一代 现在新款的应该涨价涨到800多 但是比这个大 我这个还是用电池的呢 还是用5号电池的呢 我觉得比鼠标好用 你看我这鼠标 我两个这种鼠标都扔在一边 然后PC鼠标还有一抽屉 没机会用